我们就要更上一层楼了 那所谓的更上一层楼就是说 再来我们要开发人员 就是要把开发人员打开来 这个部分的话 每个版本大同小异 一般以Sale2010以后都差不多 那也就是说我希望 假设我每次工作上班的时候 都会用到类似的部分 比如说我今天手机部分 我每次都要再输入一次公式 那很麻烦 每次都要再来一次 那其实就不太有效率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能够增加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按下去 这边自动帮我清除掉 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帮我又把公式给产生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最简单 当然不外乎就是说 你可以写VBA程式 要不然如果你不想写程式 还有一个方法 它入字聚集 那其实那个Sale里面 所谓的入字聚集 就是帮你把滑鼠跟键盘的动作记录下来 不过它有一些缺点 就是说以后如果你的位置变动 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 可能有些变速改变的话 那你在执行聚集 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我是建议 聚集跟VBA 是两者之间可以互相的 算是搭配的使用 刚开始也许 你可以不会的地方 可以录制聚集 然后用VBA来修改 不过久了之后你会发现 以后慢慢写久了之后 可能大部分还是用VBA来写 然后不会的部分越来越少 OK 那就基本上就比较少在用录制聚集 OK 然后怎么做 首先第一步 请你把开发人员这个页面给叫出来 当然大部分的版本都会把开发人员预设 我记得好像2019 就是Office365之前的版本 这个开发人员都是隐藏的 可是2019以后这个就自动开起来了 为什么 可能因为他把开发人员定位说 因为大部分都需要 以前是可能大部分都不需要 那如果说你是2019以前的版本的话 请你在上面有一个小箭头 最上面的那个状态列 这个状态列上面有一个箭头 然后你点选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的话制定功能区 找到开发人员 记得把原来没打勾的打勾 基本上这个方式 任何版本 Excel2010以后的版本都一样 好像在2007的话是放在常用 好像位置不太一样 其他基本上都一样 然后打勾就按确定 他这个开发人员就出来了 第二步的话 如果我需要把刚刚的两个按钮做出来的话 我需要熟悉开发人员里面的第一个 录制聚集 录完的东西放在聚集里面 如果说你要做按钮的话就插入 插入里面的话你就有插入什么 插入那个按钮 这边有插入 左上角这边有按钮 再把两个按钮做出来 就大功告成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待会的步骤 1.请你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2.录制聚集 3.把聚集 录完的聚集找到 试着执行看看 第4步的话呢 就是再做出两个按钮出来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录制聚集 大致上的步骤 所以固定SOP 不过你要录制聚集之前 录制 就有点像你叫录影一样 录影之前你一定担心会录错 会NG 所以通常是建议彩排 彩排过后呢 把步骤记熟 有点像先彩排过 然后照着做 然后照录 这样子基本上就不会出错 那我先彩排给各位看一下 所谓的彩排1 我如果要清除的话怎么清除 1 记得哦 游标不要直接放这上面 游标先放外面任何地方 1 游标点选 1.2.储存格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清楚怎么清除 OK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 这样就完成了三个步骤 我先Ctrl Z Ctrl Z 复原一下 Ctrl Z的话就复原 清除部分 那如果说要 输入之 就是要把那个 手机 这个输入进来的话 那我第一步一样 游标放在外面 1 点选12储存格 2的话呢 请你把游标放在上面 打个勾 3的话向下填满 不过记得 这上面的公式 不需要删掉 因为如果你删掉 你要重打浪费时间 OK 那我们大致上就是会 一样是三个步骤 1.2.3 然后底下的话 我也有把那个 录制步骤 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十二页这边 有这个已经录好的程式 大概就长这样 那首先的话 名称 一个叫串接 一个要清除 OK 那我们先录制第一个 叫串接 串接的话 我刚刚彩排了 假设你彩排没问题 彩排的话 1 游标放在外面 点一下1 1 2 2的话点上面一下打勾 3快点两下就三个步骤 我们开始来录制 1录制聚齐 把名称输入叫串接好了 然后录制的方法 记得按确定之后的话就开始 确定 不过特别注意 游标不需要第一步就放上面 放12以外的 因为要点这个动作要录进去 按确定 1游标放12 2点选上面打个勾 3快点两下 好了这样的话 三个步骤就完成停止 那第二步的话就是清除 清除一样游标放外面 然后录制聚集 然后名称叫清除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输入叫清除 那一样 确定 1有标放12 2的话全选 那全选我建议不要用滑鼠这样拉 因为 录下来程式会很乱 我建议一定要用快速键 为什么因为它向下追踪到最下面 如果你用滑鼠的话下一次如果你移到那个比如说某一列 之后增加资料的话它不会追踪 那如果你按什么 Ctrl Shift 向下的话 记得是Ctrl Shift 向下 它就会选到下面 Ctrl是方向 Ctrl向下是移到最下面 Shift是选取的 所以就按Delete 所以 1、2、2是选取 3的话按Delete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就停止 三个步骤 好 那录完的东西在哪里? 在聚集里 串接跟清除 那如何执行呢? 很简单 这边有执行 按下去 自动执行 清除的话呢 所以其实这边就可以执行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让人家在这边执行 或者你自己在这边执行 假设说不太方便 不过大部分说真的 按钮要不要做 不是必要的 如果你只是说 我只是简单要执行某一个句型 我这样动一下就好了 那你就不需要说额外做 按钮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要用 你希望方便的话 那最后的话你可以插入 按钮 按钮的方法 其实有点像小画家 1 点选这个按钮 记得是左上角这个 不要选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也可以做按钮 只是 比较麻烦 因为上面这个是 拖拉完之后就选聚集就好 可是下面这个还要再写一个 事件 然后再写一行 其实相对比较麻烦 也是可以 只是说比较麻烦 然后我们用这一个 1点选它 2的话呢 请你 左上到右下拖拉 然后放开 他会问你说 你这个按钮如果按下去之后 要执行 哪一个聚集 那你就串接 然后呢 把它复制 名称一下 为什么复制名称呢 按确定就知道了 因为它上面名称不会是串接 然后我们就怎么样 把这个 名称 给贴上去 这样就完成串接的 按钮了 第2个的话再做一次 所以再点 插入 然后按钮 然后再拉一个 清除 一样的动作点清除 复制一下 OK 然后就是再把它贴上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 大功告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 清除 串接 OK 这样就两个按钮 其实 程式都没写 但是呢 其实就有这个效果出现 OK 请各位先 试试看吧 那我再把重点 回顾一下 1 请你 如果你这个开发人员没出现的话 记得是其他命令里面的 制定功能区 这边要打勾 2的话 把那个开发人员 录制聚集先彩排 彩排的话 串接是 1 2 3 不是 1是这方向 2打勾 3向下填满 然后清除的话是 1游标放上面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然后录完的结果 再利用插入 表单 这个控制上里面的按钮就完成 试试看这个部分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动作 都可以用录制聚集完成 那只是说你想说老师 那可是问题这个程式到底在哪里 它怎么运作的 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从聚集里面 找到 不是执行 下面有个编辑 那这个编辑按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 帮你呼叫哪一个呢 呼叫这个 Visual Basic 重头戏来了 那其实 聚集 它也是VBA 只是说这个VBA 不是我们自己写的 是Excel帮你写的 OK差别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按编辑 它就跳出来了 在这里 OK可以把它关掉 试试看 那么 可以 噓